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讲《宗观根本会论》当中的第23品 那么这个23品主要讲颠倒品 这个颠倒品也是跟前面七品当中的可判诗一样的 也就是说以理证广说和教证总结 以理证广说当中破烦恼的本性和破逼之能力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破烦恼的本性中破烦恼和别破烦恼 那么共破烦恼当中也是中破散度和别破散度讲两个方面 昨天我们中破散度用四个方面来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以缘起因来破斥三度不散力 还有以无所义的因来破斥 还有以无因因和无所缘因 我们昨天前面通过四种推理已经破完了所谓的烦恼 它是缘起性的缘故 它没有自性的 它没有所缘的缘故 它不可能有自性的 它没有所缘的缘故 也不可能有自性的 它没有硬的缘故 不可能有自性的 所以我们前面想想细细地已经讲了 所谓的众生的相续当中最可怕 最严重的就是 贪嗔是三度烦恼 贪嗔是三度烦恼 只不过是我们众生在无始以来的串习当中 没有自己真正地去掌握观察 如果你真正地去掌握观察它的一些本体 或者它的耐弄去灭的时候 确实烦恼是得不到 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逐渐逐渐全部会失去的这个问题 我们昨天已经观察了 所以今天开始我们讲别破三度 别破三度也是分两个方面 中破贪嗔和别破语痴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中破贪嗔也是分两个方面 破因法禁不禁和 以此而破过法 以此而破毕过也可以说 破因法的清净和不清净和 然后以此而破毕过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刚才我们说破因法禁不禁也分两个方面 以所以虚妄和互相关带 这一品的科盘 基本上跟麦彭仁波切科盘上面 大的分析上是应该比较相同的 所以我们科盘的了解还是非常的重要 现在这一个颂词到底它是包括在什么当中 到底具体它是以什么推理方法来选什么样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应该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我们前面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重的方面来讲所谓的贪嗔痴不存在 所谓贪嗔痴重的方面来不存在的原因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今天开始 刚才科盘当中也是非常明显 首先讲贪心和嗔痴两个不成立 贪心和嗔痴的从因方面讲和果方面讲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我们生贪心和生嗔痴的话 那它的因一定是或者可爱或者不可爱 两种应该是能决定的 所以首先这两个因法不成立 因法不成立的话 它的所谓是虚妄的 我们生贪嗔痴的对境 或者它移除的因完全是虚妄的 如果是虚妄的话 那我们相续当中不会产生贪嗔痴的 主要是贪心和嗔痴两个从因方面来抉择 那么下面讲刚才第一个科盘 第一个科盘当中 犹如幻化人 亦如净种相 如是六种种 何有净不净 刚才我们科盘上大家都知道 它是属于因法的清净和不清净不成立 因法当中也是它的所依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相续当中生贪心或者诚心 肯定它有一个所依 依靠它而产生的 但是它的所依完全是虚妄的 生贪心 诚心的因完全是虚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就像幻化的人或者经中的相一样的 色生相闻 路中经 根本不可能有清净和不清净 可爱和不可爱在路中相上面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从字面上解释大家都应该懂 比较简单 就像我们幻化的人 它的本质也是虚幻不适的 然后经中的影响也是虚幻不适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看见的 色色相闻除发六种外境 六种除 实际上跟幻化的人和海外经中的相 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这样的话 在这个当中从本质上有没有清净和不清净 如果清净和不清净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所生起贪嗔的所依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他这里的幻化人 以前有很多幻化师 幻化师他依靠木条 依靠狮子 依靠各种各样的物品 通过他的一些不同的造作 忆念和咒语 这样一来就显示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人显示大帐等等 这个相当于一方面 现在科学家所创造的机器人 还有有些电视电影里面所显现的这些人 让他们打仗 这些都是他完全通过机器的操作 可以显现出来 但实际上在幻化的人当中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可能电影里面 所显现的这些人 有美不美 或者是好看不好看等等 这种可以出现的 有些看见电影里面的人的时候 也生贪心 生嗔恨心 也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有没有呢 这个也根本不可能讨论 同样还有我们镜子当中 也是依靠一些外境的因缘 显现一些丑人 美人等等 在镜子当中 也完全可以现前 刚才我们讲了 幻化的人不成立的 幻化的相 镜中的相 也是不成立的 镜中的相也不成立的 同样的道理 镜中的相 这一点我们用比喻来说明的 比较 大家都比较好懂确实是 幻化的人没有自相 刚才我们讲了 一个是幻化的人 一个是在镜中当中的影响 这两个我们比较好懂 确实在外境上他的清净 可爱和不清净 可恶的本性没有 然后我们认为六种镜 外面的色深香味出法 六种镜上面 应该是有可爱和不可爱的本质 认为可爱和不可爱的本质 应该存在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想法和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不合理呢 因为幻化人和幻化的镜中 没有他们的本质一样 实际上我们昨天前面 进一步地观察了 所以在外面的外境上 也实际上确实是净和不净 这两者是没有的 而这两者没有的原因 我们前面也讲了 下面也可以继续叙述 所以说真正的外境上 根本不可能存在清净和不清净 如果外境上 清净和不清净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所谓的贪心和嗔心 完全认为它是清净可爱 不清净可恶 以这样的分别念 中间开始起咒缘 然后相续当中开始产生贪心和嗔心 这样一来 它的本体也自然而然会消失 自然而然会消失 所以真是我们中观的推理 不管是你修无上大圆满 还是学禅宗 学任何其他的宗派 最根本的 首先没有这样一个前提的话 我们众生始终是把所谓的 我和我所知的网当中 不能摆脱出来 如果我和我所知的网里面 没有解脱出来的话 那别说是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也是根本算不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小乘佛法 一定要证悟 任我以后才能获得阿罗汉的果位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建立在一个 石油牢固的一种我执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的修行 一直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我们佛教当中 最根本的一个就是我空性 这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中观这么多的理论 每天都是推什么呢 就是想方思法 前法背积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 如山般的我执一定要推翻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我执推翻完了以后 要改做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 我现在学佛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只有成佛 那为什么要成佛呢 成佛就是因为功德圆满 障碍都没有 你看现在我们轮回当中很苦啊 所以成佛就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么这种想法 他的想法完全搞错了 我现在为什么学大乘佛法呢 就是我要成佛 成佛有什么原因呢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功德圆满 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烦恼障和所知障 全部都去开 这个就是我的究竟目的 我们这个目的完全搞错了 那我想获得成佛的目的 搞错的话 哪里有一个正确的目的呢 那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不管是学宗观 还是学什么宝性论 学什么样的话呢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华智仁波切也是再三地这样讲了 意思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话 先没有获得断除无恶和正的空性 如果没有得到的话 利益众生是很圆满 不能很圆满 比如说我们在凡夫地的时候 虽然做布施 但是这个布施 他布施的违品没有撤回 还有吝啬心 虽然相似上是赤戒 但是赤戒的违品没有断除 所以全部都变成相似了 得地的菩萨的卢波罗密度相比较起来 我们现在所做的 全部是相似的 然后获得佛果的时候 依靠六度万行 完全能利益众生的 这个时候完全都是已经利益众生的 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 自己想成佛的目的都不一定有 尤其是汉地和一些以前对佛教的教育 没有输过的这些地方的话 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身体健康 然后肌生当中发财 这是最下等的 稍微好一点的话 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成佛 那么成佛为什么呢 成佛就特别快了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学生读书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就是要当官 就是要以后发财 工作 这就是我现在读大学的目的 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读大学的话 以后就是没有饭完断了 所以我家庭也是这样的 但我们学大乘佛法的唯一的目的 是不是这样呢 是断除我执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学宗观也是这样的 学前行也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断我所执和我执 这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断除的话 根本得不到成佛 但成佛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并不是这样的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如果专门是为了断除烦恼和断除障碍 你获得阿罗汉国位的时候 特别快乐 自相讯当中 现在我们这样的烦恼 一点一点也是没有的 贪心也没有 成心也没有 痴心也没有 什么烦恼都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都已经可以了 只学一个小声的佛教都可以了 但是没有真正大乘的法性 利益众生的法性没有的话 就是不行的 所以佛陀实际上是 我们以后学现观众余论的时候 也会知道的 会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后获得佛果 不是最究竟的目的 就是最究竟的目的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中观和 学这些的时候 一方面自相讯当中的贪心 痴心还是非常严重的 一定要想尽办法 有时候以中观的方法 有时候以大圆满的方法来对治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目的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没有目的搞清楚 比如说你想 我获得佛果是最主要的 但是你获得佛果不利益众生 那这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话 佛陀的果位是最殊胜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要为现在世间的一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要为这些人服务 为这些人的服务 我一个人光是一个老百姓 可能不行的 我应该要当一个宪仗 我当宪仗的时候 才能利益众生的话 那么他当宪仗的目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自己发财 并不是自己在当宪仗的时候 又吃又穿 到时候我过的生活是非常快乐 不是这个目的 就是目的 为附近的老百姓造福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那他确实是这个 最后也是他的愿望会实现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利益众生和证悟空性 这两个一定要相结合 这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是 为什么我们对宗观这样闻思 一方面目的呢 希望大家 我们哪怕是听一个小辅导的话 尽量能发心 能什么样的发心呢 就是我以后获得福果以后利益 完全量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之前 我所谓的利益众生 也毕竟带有一种虚假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我还是最圆满利益众生的方法 就是得福果 这样想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宗观 一方面通过这种方法 通过这种比喻来大家证悟空性 相似的证悟空性 也不是特别的困难的 但是真正的证悟空性 那应该是获得第一地菩萨以上的案例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 我们这里附近的有些寺院都是说是什么 上师也是说我们下面的眷属里面 第一地菩萨是多少多少 七地菩萨是多少多少 然后成佛果的有多少多少 专门有具体的数目 但如果真正是怎么样的话 大家都非常快乐 你看今天开始一地菩萨全部过来给我讲考 然后明天七地菩萨全部过来 何天得福果的人过来 他也许一地菩萨讲不来中观前行 那有点可能不好意思 但说起来这样 大家都可能比较舒服 比较快乐 下面的人也是觉得 我肯定是第一地菩萨 不过他真正一地菩萨学一学入中论 看最后一地菩萨的功德都没有 这样无光尊在法界保障论里面 开始专门批评这种人 已经得到地道圆满的 没有功德的 这种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 但我想我们还是学的时候 自己不要认为自己特别高 不然如果一点都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自己认为自己特别高 确实是你在积累资粮 学习中观 很多方面受一定的影响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 今天可能佛陀比较少一点 得八地菩萨稍微多一点 起地菩萨的那岗 现在开始凡夫人 听说别的有些地方分年金钱的时候 圣者的年金钱 比如说圣者们得三百元钱 凡夫人得一百元一个月 分年金钱也是听说这样的 但一方面有些上师们的行为 我们也是不可揣度 也不好说 但有时候真正学习一些中观 我们显宗密宗的 尤其是无光尊在密宗 应该是依靠无光尊在的七宝藏和四星地来衡量 如果七宝藏和四星地来衡量的话 确实是 尤其是大圆满的四部境界 也不是特别容易的 在上师心地里面什么样的 大家都可能有印象 有时候大家还是把自己应该掌握 自己认为自己的境界是什么样 不然我们学院里面也是 有个别的人到附近去住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认为是 哦 现在我不用到凡夫的群体当中 已经我是圣者了 然后自己做一个圣者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我们凡夫看来确实有点看不惯 原来你在这里的时候确实是跟我们一样的 一个凡夫人 然后去三四天以后变成这样的圣者 哎 真的是一方面非常随心 你看只有一两个月回来的时候 就开始已经得圣者了 当然给我们个个不如是轻无可原 我们也非常随心 有时候凡夫的分别念 习气特别重 也观不起清净的信心来 但这个应该是怪自己 不怪你们圣者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互相观歹而破 就分两个方面 清净可爱不成立和不清净可恶不成立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清净可爱不成立 不应欲不敬 则也无有敬 因不敬有敬 事故无有敬 颂词上这样讲的 他这里颂词就是不应欲不敬 不应 他这个应就是灌呆的意思 有时候旧摩罗斯他 如果不灌呆不清净 如果不灌呆不清净 则没有清净了 因为清净一定要灌呆不清净 如果没有灌呆不清净 再不可能有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不敬有敬 因为有了不敬 灌呆了不清净 才有清净的 你所谓的清净可爱 一定要灌呆不清净 不可爱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所谓的清净可爱 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呢 它是一定要灌呆不清净而安理的缘故 事故无有敬 所以所谓的清净可爱 在本体上是没有的 他这里 俊摩罗斯他这里 净和不清 这样讲的 然后清遍论师翻译的人 他就写的是爱和不爱 可能我们从藏文的角度来讲 爱比较贴切 因为光是清净和不清 可能有时候 我们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比如说心目当中 光认为清净跟爱两个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点点轻重 我们认为可爱的对境和不可爱的对境 以这样来算的话 深贪心和深不诚心 很容易区分 可能有这个感觉 他这里稍微广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谓的清净不存在 怎么样不存在呢 如果我们知道 所谓的清净不存在的话 依靠清净而生起来的贪心 当然可以涂本瓦解 就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清净怎么不可能存在呢 它这里是 所谓的清净不存在的原因 因不关带不净 没有关带不清净的话 所谓的净不可能存在的 全职个人吧 它用一个比喻来这样讲的 比如说 它这里用瓶子来比喻 瓶子当中 净瓶 银瓶 铜瓶 瓦瓶 有四种瓶子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个 用银瓶来比喻 银瓶的清净可爱 它是不关带而安立的 还是关带而安立的 首先是这样问的 如果你说是 银瓶的清净可爱 不关带而安立的话 那么银瓶比金瓶还可爱 比金瓶还珍贵 有这个果实 所以这个谁都不敢承认 这是第一个方案 然后第二个方案 如果你说是关带 如果你要关带的话 那么应该比自己不可爱 不珍贵的东西 下面的铜瓶来安立 为什么说银瓶是清净呢 银瓶清净可爱呢 因为比铜瓶还好一点 所以应该它是清净 比铜瓶还清净的话 那么铜瓶的不清净是关带什么呢 铜瓶的不清净可恶 应该是关带银瓶本身 如果没有银瓶本身的话 它铜瓶的不可爱 不可能安立出来 然后铜瓶的不可爱 没有安立出来 那么银瓶的可爱 现在没有办法安立出来的 这样的话 刚才银瓶本身 实际上它是跟铜瓶有关性的 但是你没有安立不清净之前 清净也不可能 这样中间一直关带 最后变成无穷 非常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所以这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安立 应该是非常好吧 应该这样安立 否则我们所谓的一些外境上的东西 现在以什么样的安立它的美观 什么样的安立它的抽象呢 就非常难以决定 刚才我讲了 所谓可爱的情景 这个字面上大家应该稍微难懂一点 应该刚才懂了吧 不依靠 不关带不清净 所谓的清净不存在的 那么所谓的清净一定要关带不清净而安立的 所以不可能存在清净 他这里这样讲的 清净可爱 他这里 净和不净 就是我们对境上面的可爱和不可爱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的话 刚才国人的这种推断方式 大家应该懂了吧 我想 比如说 金瓶 银瓶 铜瓶 然后瓦瓶 四个瓶子当中银瓶 那么银瓶 你关不关带 如果不关带 而可以安立为清净 那就是比金瓶还可爱了 比金瓶还珍贵了 有这个过失 如果你说是关带的话 你关带银瓶的清净 你必须要关带铜瓶 才能可以安立它的清净 然后关带铜瓶的时候 铜瓶不清净 银瓶清净 然后铜瓶一翻过来 应该关带银瓶 没有关带银瓶的话 铜瓶的不清净 不能安立的 铜瓶的不清净 没有安立的话 银瓶的清净 不能安立的 这样的话 他们之间有互相关带 这种互相关带的话 最后一个不成立的话 另一个不成立 那天有个人说 你去不去净堂 我不去净堂 然后你不去我不去 我不去你不去 始终最后两个都是没有去成 这也是关带 我当时想比喻举得不好 但也可以这样去 如果两个都不去不行 但是两个都万一去了 好像关带是不是成立 我们大小也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大都不成立 所谓小都不成立 所谓小都不成立 大都不成立 或者长短也是这样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恒量长短的单位 长和短根本不可能安立 所以说很多现句论当中 犹如长短一样来比喻 我们世界上当然很多人认为是清净的 可爱的 这个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有的 但是这个真正是 只不过是关带众生的一种业感 像我们讲《定截报道论》的时候 所谓众生的路道的业感 比如说一万岁的话 认为这是非常可爱 清净的对境 它可以应用 但是从天人来讲 就像龙穴一样的 它只能变成什么 甘露才可以享用的 然后饿鬼它自己对境的这种龙穴 我们根本不能应用 只不过是路道众生 他自己的业力先前而已 实际上在这上面真正的美和不美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有些以习气作怪 有些在外境上根本是没有的 外境上它这些所谓的美 在我们的分别念可以在中间加力而已 以前我们在讲什么时候说的 比如说中国所承认的一些四大美女 虽然有些思学家比喻成什么 成语落眼 然后修华碧玉吧 那天我想当时不是别人说是杨桂飞 就是到那个 不是杨桂飞 他到那个花园里面去的时候 他话都不好意思 就是后来我想是不是当天晚上大爽 然后那个不一定是真正他非常美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西舍看见水池里面的时候 就是鱼都不好意思 他长得特别美 然后呢就是撑到那个下面去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看那个水池里面的时候 鱼有点害怕就是鱼就往下跑 然后盐子落地和还有那个月亮多比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月亮的多比啊 盐子落地都可能没有 但是月亮多比这些的话 藏文和印度的那个思学就是 在石井里面的话就是特别多 因为这个人如何如何长得非常漂亮 最后那个月亮也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跑到那个西山去了 其实就是月亮跑到西山去 是自然的一个规律 月亮肯定要跑到西山去 他不管是看到美人 看到畜人 看到什么样的话 肯定是躲到西山后面去 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是有没有这样的 美在他们的身上也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当时也是看见这些人非常臭 也有这种情况吧 这样我们也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那天我看我家里有那个水仙花 然后早上放在那个玻璃房里面 然后第二天我进那个玻璃房的时候 太阳的光就出来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水仙花全部就开始干了 然后好像全部都开始不好意思一样 带有一种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众生的业感 众生业感面前的话 什么都可以说是一种 可以清净 不清净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判断 但实际上真正是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经济是谁完全能证悟呢 我们《中观革命会论》讲解 《四川罗珠》里面也已经讲了吧 路道众生各自不同的见解都不是很准确的 最准确的所见就是佛陀的所见 这一点不管是路道本师也好 还是现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可能推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思维智慧不能到他的境地 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射箭的话 射箭有一公里可以射的 一公里的距离的话有两个人来射箭 一个人的射箭的力就只能到半公里 另一个人他完全能射到什么呢 就是一公里 那么佛陀的智慧就像是完全能射到一公里的智慧 就是射箭力量一样的 所以一般的其他文学家和哲学家 虽然对美 不美 任何一些事情 他进行判断 进行判断的时候 他只有半公里的智慧的力量 到了那个时候就再不过去了 所以有些现在世间的一些世人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 这个不美 在美和臭的方面 有千千万万的一些论文 也有很多的专门 你想猜定世界小姐的这些人 我们去年的时候都是专门问了一些人 你们是怎么样判断的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相同的 有机会他们的有些老师接触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说 外表仅仅是依靠外表也有点困难的 然后应该要看他的 观察他的心理美和行为美 现在他们可能世界人也是确实是 像以前中国比较落后的时候 说是中国四大什么什么美女 现在比较公认的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仅仅是外境方面 南非人觉得这是特别美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丑的 如果北美洲人觉得这个非常好的话 我们东方人觉得也非常丑的 这样真正在外境上如果有一个美 我们舍得应该生叹息 舍得应该生欢喜之心 但确确实实是没有的 这样以后对中观真正的甚深意义 通达无碍不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说说的 我看中观的一些甚深道理 真是跟世人的观点 不管是佛教观也好 还是对世界观的看法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很多人 刚才慈仲罗织剧的例子 应该是很好的 确实是佛陀的智慧 完全已经到达一公里的距离 我们的智慧或者是像世界上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艺术家什么样的人 他毕竟是住在凡夫地 他的智慧和观察能力非常有限的 然后他所定出来的标准和他所得出来的结论 都不是最究竟的 因此在我们像这些上面 对外境不成立 一切都是众生的业感所现前 在这些方面 中观和未视的观点也应该是一致的 而且我们修行人经常也是对佛陀的不共的智慧 不共的悲喜应该会生起非常强烈的信心 只有这样也有对即生当中和来世当中 确实有非常大的利益 我们不要认为我对佛陀的不共智慧和悲喜 生起信心这是一般对人的生贪心言 或者对人的心欢喜心 不是这样的 佛陀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对境 对他哪怕是生一刹那的信心 那这个功德是 你们现在也是正在学习《十尊广传》 大家应该清楚的 所以说佛陀以他的智慧力来 拒责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深深地知道 在整个世界上 并不是口头上 唯一通达万法的究竟真相的 就是佛陀 这一点大家应该深信不疑 下面讲一些佛陀的经经的时候 大家都好像特别痛苦一样 讲世间的一些 世间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按理来讲是应该讲佛陀的功德 对佛有信心的重要性 大家应该讲得很开心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刚才清净可爱不成立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不经口无不成立 讲这个问题 他这里主要讲不清净 不清净可恶的东西 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不应与净相 如果没有灌带 应也是灌带的意思 如果我们没有灌带清净的相 在不清净的相 不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净相 才可以有了不清相 清净和不清净 完全是互相灌带的事故 所以说没有不清 我们这个世间认为是 很多不清净的东西 但是这个不清净的东西 也是实际上所谓的分别念而已 刚才全职果仁巴 祖师里面也是用瓶子来比喻 比如说我们通瓶 通瓶的不清净 比饮瓶来说 通瓶的不清净吧 通瓶的不清净 不灌带而安立是灌带而安立的 如果灌带而安立 那么比瓦皮还不清净了 有这个过失 因为不灌带的缘故 但这个理论不一定你们能记得 如果特别比较灵活的人可以 中观的有些推理我想是 听一字两字可能不行 希望你们下面一定要每天所讲的四个颂词 四个颂词的推理方法如果没有搞懂 我们太笨了 除了一些老年人 老年人现在确实是 学中观恐怕转不过来 等以后我们讲大圆满前行 引导文当中 还是讲了很多老年糊里糊涂的一些状况 所以确实是让你一定要 中观净通的话有点困难 尤其是比较年轻 但我们年轻的话 很多人可能也算已经重量了 一般像格鲁派这样的话 最好的时候 二十五岁以下学英明 然后二十五岁以上学中观 这是最好的年龄 但我们这里二十五岁以下 不要说很多人连没有学过英明 前行也没有学过 有些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时候 才开始学中观 才开始皈依佛门 所以这个皈依也有点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举的 果仁巴的例子吧 他这里讲不清净不存在 为什么不清净不存在呢 因为你不清净的 比如说刚才四种品质当中 通品的不清净 通品的不清净 首先为你灌不灌待其他的法 如果你说是不灌待 而可以安理他的不清净 那么比这个法品还不清净了 他不灌待的缘故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从他的价值和质量上面 是不可能成立的 然后如果你说是灌待 如果你灌待的话 那么通品的不清净是灌待谁 灌待饮品而安理的 那么饮品而安理的话 饮品的清净是灌待谁 就是通品来安理的 所以通品和饮品之间互相灌待 互相灌待的话 一个不成立 另一个不成立 一个不成立 另一个不成立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所谓的通品的不清净 永远也是不可能成立 有这个过失 应该这样的 但是我想果然把他一方面 他从这个比喻来一方面好动 这样也可以 但另一方面 我们把它过地为 精品是最好的 饮品是中等的 通品是过了以后 然后瓦品是最不好的 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是不是变成在外景色 真的有一张胜利 珍贵不珍贵的一种现象一样 我们一般长短 这些全部是众生的分别念 一长短来安理的话 也非常容易的 我们所谓的清净的话 人们对这个 或者是用他的串习来安理的 或者用他的习气来安理的 或者人们的一种执著 一种实质 有一种实质来安理的 这样的话 所谓的不清净 我们经常认为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广传当中 专门讲了一些 非常丑陋的婆罗门 所谓的丑陋婆罗门 也是当地印度人认为 他当时非常 比如说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来讲 这种人长得比较丑陋 认为是丑陋 然后后来人们一看 确实他是很丑陋 也这样讲的 原来法国有一个叫做 写《百三世纪》的一个叫《余国》吧 他写出来一个叫做《巴黎生母院》 里面专门讲了一种丑人 从表面上看来 确实是描写 原来法王如意宝去巴黎的时候 因为巴黎非常多的教堂 当时因为书里面影响比较大 我们准备去圣母院 后来没有去圣 我都觉得有点遗憾 也不是什么其他的目的 但是以前可能一些世间的 听说那个是特别出名 还是很有名的 准备想去 但法王一般有了佛教的一些圣地 老人家愿意去 其他一些世间的 比如说 世间是名声比较大 这些不太愿意 这些都是世人的说法而已 也没有什么可取的 而且外道的交通去了有什么 是不是你要想学外道啊 经常 所以里面刚才我说的《余国》 它《余国》有时候确实写得非常生动 它里面描述的那样 但这个从文字上看 有些人也觉得 这个是还是很美的 也不一定出的 原来法王如意宝也讲过吧 世间人不一定外面出的话 不一定里面也是出 不懂大事的话 他外面长得特别粗陋 但是内心很美 而且在世界上 他对佛教的贡献也非常大 什么《大藏经》的交对等等 但这个当时上师也讲了 只不过是有个别人的一些分别念 认为他是丑陋的 实际上不一定非常丑 以前诸国念的妻子也是听说很丑 但是诸国念自己我觉得也不一定认为他特别丑 然后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美不美应该是以自己的分别念按理的 这两个颂词《中观科美婚论讲经》里面 也引用了一些其他的教义 还讲得比较广 大家详细看 其他的 比如说贤俱论 宗大师 本来秦牧论师的讲义都特别略 这些里面非常略 一两个字就已经过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不清净 所谓的不清净本质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现在科判当中是第二个问题 以此而破毕果 因为我们前面把清净和不清净的两个印法已经破完了 下面他的果不成立 果怎么不成立呢 他这里讲 若无有净则 因何而有贪 若无有不净 因何而有毁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上面的观察 所谓的清净可爱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谓的清净可爱 因不存在的话 那么依靠他的所谓的贪心怎么存在的 就像《诗量论》当中也是 所谓的贪心和嗔心 随着功德和过失而产生的 这个教证以前引用在《智慧品讲义》里面已经引用过 所以所谓的贪心 随着认为这是好看 有功德而产生的 如果他的我们前面所抉择一样 真正所谓的可爱在本质上是没有的 当然众生在他自己面前所显现的话可能是有的 这个有的 但实际上本质是没有的可爱 这个我们上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抉择 那么这个已经成立了以后怎么会是所产生贪心呢 贪心的因不存在的话怎么会有它的果呢 只有可爱性质的贪心 这个怎么会是有的 比如说种子没有的话 果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现据论》当中也引用了 这个不知道是佛经还是在论典 《现据论》当中引用这样一个教证 说是我只生诸云 执毕皆虚妄 我只生各种各样的云 执着他完全是虚妄的 执毕皆虚妄 种子若虚假 彼国其真实 种子若虚假 那么他的果是怎么会真实呢 难道他是果真实吗 种子若虚假 彼国其真实 他的果难道真实吗 有这样的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种子是假的 那么他生长的果实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这个根本不可能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这里面讲 所谓的贪心的因可爱清净 可爱清净完全是不成立的 跟世女的儿子和天上的喧哗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他的本质完全不存在 那他所生长出来的果 怎么会有呢 如果没有果的话 我们众生凭什么 以什么因缘而产生他相续当中的贪心 根本不应该产生的意思 然而若无有不敬 如果没有不敬 如果没有不敬的话 怎么会产生它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如果我们众生生一个嗔恨心 看对境非常可恶 对境对他生嗔恨心 可是对境的本质上 真是没有不可爱的成分 如果没有不可爱的成分 那么我们众生 为什么要依靠这样的对境 生嗔恨心呢 最后应该寂天菩萨 最后在《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最后真正诚无空行的时候 他所嗔恨的对境 所生起贪心的对境 什么都是没有的 依靠这个对境 根本不可能生嗔恨心 只不过是对这些众生 不懂这样的道理 对他们生本命心 在世俗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个众生 通过自己的认真修行 应该是对他生贪嗔痴的因来 觉得虚妄 然后对他的果 不可能产生 即使生起这样的贪心和嗔恨 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 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所讲的一样 春天期的风一样 如果你真正对大圆满和大壮观有所了解 那不一定生烦恼 即使生烦恼 他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就像我们寒冬来月的时候 吹风非常厉害的 但是你到了春天 尤其是现在吧 现在有时候不管是白天晚上 还是出门的时候 不戴帽子也是 虽然有一点风 但是这个风不是特别的 好像自己的耳朵已经不是特别明显 到了冬天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开始 重新长了耳朵一样 特别明显 这就是以风所接触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通过 中观大圆满的推理 能了解它的意义的话 不可能对贪吃一点也不能损害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修行和闻思是非常重要 大家应该把功德和利益 应该想清楚 下面我们从讲义里面吧 讲义里面只有几项 以所以虚妄而破 是这样的 犹如幻化之人 以及今中影响一般 在虚妄的所有六种中 今不今相又怎么会实实在在存在呢 连六种今的自相 他这里本身的自相 其实以明法语讲自相 连六种今的自相都无法成立的缘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互相观得而破 正是依靠布经才能安立所为的经 如果不关带 关带出布经 则所关带的此方的经也不可能存在 如同长夜断按理一样 在能力多不存在的情况下 经的本性也不应该存在 因为必须依靠布经方能安立经的缘故 凡之正是依靠经才能合理地安立所谓的布经 如果不关带所谓的布经也不可能存在 因此所谓的布经也不应该存在 那么破果法烦恼吧 作为颠倒自相的清净如果不存在 则依靠他成立的贪欲又怎么能成立呢 同理如果不存在布经再成灰的存在又怎么成立呢 不可能成立 今天讲到这里 本亲自动愿状态 词词 Brock. 图ey. 设许.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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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